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會因為環境的挫折那麼困難 影響我對藝術的創作 你受到挫折了嗎 就是這些人的口聲 我要盛免他們 盛免他們的心思這麼的空氣 那這個教會真的是 只有你在幕後嗎 還是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個教會是哪一個恩寶 每個人來到這邊 病的醫治就算了 等給他們安慈那些才華 開始做起小生意 你要留一會喝了 別沒茶 感覺會更好 就會更快樂 會更上一層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說 我們旅行玩出好心情 現在我們站在這個呢 可以說是這個當地的地標 當你如果來過這裡 你看過這個地方 你就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了 對啊 這就是非常知名的東門樓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就是 美農藥 哇 美農一想到 大家每到這個逢年過期 我記得跟嘉穎一起來這邊玩 對 就知道這裡是鳥語花香 對 風景非常的優美 我想我們今天就可以去看一看 玩一玩 吃一吃它好吃的東西 出發吧 走 好了 趕快來上去去看看這個東門樓 到底怎麼樣的風景 介紹給大家 走 爬得有點陡 我在後面 哇 因為你也太陡了吧 非常陡 非常陡 所以你小心一點 這已經不是爬樓梯了 這是攀樓梯的 所以這需要這個欄杆 所以這時當老公的我 要在後面幫助她 推我的屁股 推你的屁股 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 哇 哇 這就是大家 東門樓的樓上 沒錯 東門樓到底歷史是什麼 文化是什麼 美農有非常非常多的背景 對 如果我今天能夠全部的告訴大家 我就等於是 那你就是導覽員了 對 所以當然在要介紹這些東西之前 我們要好好思考一下 對 要玩這個地方 尤其玩美農 它是非常多的客家文化 對 跟一些以前歷史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好好的文化 介紹給大家 對啊 不然的話最後就會是 走樓看花 走樓看花 樓看一看 花看一看 就要回家了 對 這樣玩太普通了 要玩出一朵花來 沒錯 也不是我們的風格 所以今天 今天我還是同樣的 我要展現一個魔術的表演 是 讓大家能夠看到 在一個沒有任何的地方之下 我要把這位導覽員 變出來 各位 請注意了 見證奇蹟的時刻 好 老師 老師你好 剛好要變成魔術 筋骨好像有點扭 不是 早上太早還沒暖身 當動作一坐的時候 你剛剛 你剛剛還這樣扭 沒有我扭的時候 還有聽到咖啡 早上很早 所以這運動力一下 筋骨就梳開了 好不好 好 今天要請到這個導覽員 導覽員在美農是非常有名的 對 有名到什麼程度 走在這個路上在美農 沒有不認識他的 沒有人不認識他 是一直都在美農住的嗎 是 都在住多久了 出生就在這邊 你以前小時候就有來過這個東門樓了吧 有 有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樓是 我們要講的話 那從美農它的歷史 對 美農呢它是大概1736年 乾隆元年的時候 就是有林貴山 林峰山兩兄弟 天天帶著一票人 來這邊開墾 那之後到了1756年 我們的先民都是租水草而居 是 就來到這個美農河的前邊 就在這個地方定居下來 因為這邊也有河 對 然後這條街呢 我們先民想要在這個地方 永久安居 所以這條街就叫永安路 1756那現在已經是2011年 200多年了 200多年了 但是在甲午戰爭的時候 這個樓又垮掉了 到了1937年 那時候是日本政府統治台灣 對 那我們附近的居民 大家就跟日本政府申請 就是建這個樓 這個樓 警報樓 這當時建起來是用警報 因為我就想說 為什麼要建一個樓 在這個路當中呢 目的到想 原來它是可以成為一個管制少 那後來到了民國34年 台灣光復 那38年的時候 我們附近的居民 大家就募款 是 把上面的這個警報台把它打掉 打掉了 仿造滿清朝廷的 熔岩奉閣的形式 是 就把它建了屋頂 這樣子 就把它改成中國風了 所以這個樓 就現在的東門樓 這個樓是有這樣的歷史 是從這個階段過來的 其實我們來東門樓 而且發現這裡的居民非常堅持 對 我們說我們來東門樓 不只一次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東門樓不只一次了 對 東門樓不只一次 因為我們的朋友常帶我們來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它的歷史這麼悠久 而且它裡面的目的 原來是這樣 你看這樣我們在主持上面 默契就有 因為我講完它 他要講它 這樣感覺怪怪的 對不對 你老爹 你說是不是 你六十多歲 這我老婆 有看到我們的情侶裝了嗎 有這種秤就有這種陀 對 功不離陀 秤不離陀 謝謝你 太好了 光復後的中國風 引練來自於 重視教育的客家人 期許後代子孫能夠人文背出 公文你看看 那上面寫的是什麼唐號 太唐圓 什麼叫太唐圓 不是圓 不是這樣 不是太唐圓 不是太唐圓 也不是圓唐太 是太原唐 他把唐放中間 對 南部六對地區的客家族群 它的唐字都放中央 而且我們看唐號 就會知道這一家的姓氏 像太原唐的就是姓王 或姓溫 那姓黃的 像我姓黃的江夏唐 或紫雲唐 那另外像你姓劉的 我姓劉 就是同城唐 真的 那我問一下 台中的太陽唐是姓 太陽唐是麥比的 麥比 唐字放中央 就是萬劉歸中的意思 門上面或者是窗戶上面的對聯 那橫的那個叫眉對 眉毛的眉 它是兩邊向中間讀的 你看看二樓右邊上面 那個門上面寫的是 那左邊的門呢 就是儒松之聖 不是讀聖之聖儒 是儒松之聖 儒松之聖 那右邊窗戶 就是花開戶櫃 對 左邊窗戶 就竹暴 它就這樣子讀 對 要兩邊向中間讀 對 萬劉歸中的意思 那現在的人 他們知道這樣的一件事情嗎 一般來講都還知道 不過有些建築師啊 或者是水泥師戶 可能不太很了解 那有些可能主人也沒有去很在意 對 所以現在有些你會看到 他都是順著寫 但是唐字一定都放中央 連接了歷史的交替 也連接了文化的傳承 屬於美農的客家風情 從這裡展開囉 從軍事 教育到觀光 美農人的精神指標 兩百多年來看盡人事變遷 始終不被打倒 他們這是在做什麼事情啊 泡水 泡澡還泡水 采野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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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每次來美農啊 或者是想到美農菜 就是吃一種那個 不是叫水蓮還叫野蓮 對 叫水蓮 水蓮常常的那個好好吃喔 它的學名叫做 學名這麼長啊 龍骨半信菜 它一年有五收 那早期是在中政府的野菜 是 那颱風天過後 沒有菜 沒有蔬菜 那在地的居民就會跳下水 去潛水去把它拔起來 但那纖維都老化了 又搓一搓 那後來一相一特色的時候 美農就把它把它種植 那在纖維還沒有老化之前 把它採收 結果發展成現在 在美農算是很特色的一種菜 常常吃到這個水蓮 可是水蓮菜 細細長長的 它是這樣種的 我們都不曉得 好肉體 可是不知道它長這樣耶 這是 這是我們老闆姓黃 姓黃 這個水蓮都是你們在種的喔 水蓮是 我們在種的 它長好高喔 對啊 你在這邊 剛好跟它講話 土它站在這裡了 我在這裡就比它高了 那種這個水蓮 到底它的需要 什麼樣的一個環境 它才能把它種得好吃呢 土質跟水質 就是要配合起來 對 才能把它水蓮種下去 所以你這底下是有土的是不是 對 底下是有土啊 今天我們要不要體驗一下 進去這個 我可以穿這個衣服 下去這裡面嗎 穿這個衣服 穿這個衣服不行 穿你們這衣服是不是 對 可以啊 我拿亮套給你 看到這身裝扮 就知道採水蓮 絕對不是件輕鬆的事 立刻下水採收了 GO 要不要牽你啊 要不要牽你 不用牽我 幫幫幫幫 kap 湖 這土好軟啊 這裡面底下的土是什麼土啊 就是那一般田 兩個一般田 哪裡有水蓮呢 怎麼看得出來 在那邊 還沒採收 好 Eine 好吧,他現在帶我去採一下水蓮 但是走路不小心走,真的會摔倒 你看這上面的水上,這個還有小花,對不對 對 這個小花就不要讓它熟了 成熟了 成熟了,所以它從底下開始把它拔起來 它是從土底一直長到這邊來,對不對 對,你水多高,它就有多深 就有多長就對了 它水越深是不是越長,但採就不好採了 對啊 對不對 怪不得你長這麼高就還蠻好採的 好,從這個底下,把這個水蓮這樣拔起來 哎呦 哇 哇 哇 哎呦 哇,一拔拔這麼多啊 來,你的手 謝謝你 根部要剪掉 根部剪掉 葉子在這邊,你看 原來在水面上看在一小點點 你看底下原來有這麼多 每一個都長這麼長 所以這就是我們知道的這個水蓮 如今我們走到這邊才知道原來每一個都這麼辛苦的採收 蛤 這是鐵砂掌還是就這樣去掉 去掉啊 真的喔 然後再交給葉南妹妹 會不會很辛苦 嗯,還好耶 還好吼 那怎麼剪 來,我給你剪 好 好,他剪給我們看齁 嗯 哦 啊,我知道 剪到這裡,還是這裡 沒有,看在這裡 這邊就好 對 這樣子 哦 會了齁 會了齁 啊 剪斷了就不行喔 不行,他一定要掛 掛著這個 哦 所以在剪的時候不能夠剪太裡面 好,完了 我浪費了兩根水蓮 沼澤泥啊 沼澤泥嘛 所以它 沼澤泥才能夠 長出、種出這個來 它養分很夠 然後水質夠好 所以這一年要收幾次啊 可以來採幾次 一年四季都有 都要採 都可以採 冬天比較慢 三個月 哦 夏天兩個月 鐵砂掌在那邊戳這個的 就是這個苗就對了 哦,所以水蓮是這樣子種 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多水的 沒有,它要放低 放到最低 先從沒有水開始把這個東西種下去 就用這個當苗 然後再慢慢長 它加水 對,慢慢的 讓它這樣浮起來 越來越高 才能長到像這樣高耶 它的金 它的泥土已經生長得差不多 抓著泥土的時候再放 哦,不然它放水 它就飄起來了 就飄起來了 如果不是親身體會 完全無法想像 吃一盤清脆的水蓮 需要經歷這麼辛苦的採收過程 BB,不要只想到吃嘛 黃老闆告訴我們 早上採收好的水蓮 下午要送去清洗和包裝 才能拿到市場去販賣哦 果然是水中植物 要吃到它之前 所有的流程 幾乎都在水裡完成 採收整理過的水蓮 必須經過第二道的清洗 婦女們在水槽裡 用清水將剩餘的葉片和魚泥洗乾淨 然後藉由地上的藍布 將水分吸乾 避免風乾 造成水蓮乾皺 接著就是秤重和包裝 再由盤商代運到市場 你們注意到沒有 男人除了採收之外 剩下的工作都交給女人來完成 客家婦女的指甲精神 讓我留下深刻印象 吃這盤菜之前 要懂得感恩啊 今天的體驗讓我感受到很多 所以你看每一行都有它的辛苦 綠油油的水田 在美農人的刻骨菜培下 一年四季 譜出別具風味的田園交響曲 美農呢 又不能不吃一下這裡的菜吧 沒錯啊 當然要吃一下客家的美食 不然白來了 我們現在要帶我們來的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吃飯的地方吧 對 哈囉 你好 你好 我是更好 你好 我是滿菲 我剛看到外面那個停車場 也非常的大 可是我看到了更外面 哇 這幹嘛 這院子怎麼更大 怎麼會想要 因為我們當初 我們的想法只是說 很純粹就是住家而已 我們根本不開放 是你們自己住的地方 自己住的地方 但後來呢 後來就是很多朋友就覺得說 你們這樣子 太可惜了 也太深思了 獨樂樂 不如重樂樂 對不對 這麼大塊的地方 讓大家一起來 看一看玩一玩多好 不然你老公很多的藝術 或者欣賞的角度的東西 只有他自己看 沒有人分享 沒有更多人可以看到 對不對 既然園區這麼大 我們先從哪邊逛請呢 來 那就我們從這邊 比較有代表性 對 等一下 我看到一個好棒的東西 這個 這是真的還假的 那是真的 真的可以看 這是從軍艦裡面收 那個人家拆下來 拆下來的 收的 也是你老公去打來的 也是古董了 這椅子也是好大一張 這做起來你看看 對 這也是收起來的 這個也是收起來的 對 真的太棒了 這個也是藝術品了 這也是收的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的一級樹木 這是紅橘木 紅橘木 然後這一顆是柳 是柳 它的柳 它的柳 樹的柳就這麼大一個 它要長這樣的柳 一定要上千年 各位 上千年的樹就在這裡了 好誇張 好大一顆柳 這樹有多大 你看到它還要抱著石頭 對啊 裡面還有石頭 樹裡面包著石頭 這裡面 你看看樹裡面包著石頭 這也是 這叫做巧奪天工 這也不能說是人弄出來的 這就是天然 大自然造物主 就把它做成這樣了 這裡佔地約2800坪 就像一座小型的石雕公園 開放的空間 有一種無拘無束的感覺 這裡的老闆 有瘋狂的收集愛好 老闆娘告訴我們 老闆常常為了一件石雕作品 三更半夜的跑去鑑賞 而有些作品 大到必須出動吊車 才能運回來 由於這樣的一個堅持 讓原本抱著 反對意見老闆娘 終於能夠坦然地接受了 看到這樣的環境 和遊客臉上的驚訝表情 一切都是值得的 連我和更鴻 都忍不住想放鬆一下了啦 好 現在在這個非常美麗的 庭園景色當中 我們在石頭的桌子上面 要吃來自客家文化的菜色 傳統小 傳統菜色 傳統菜色 讓我們吃起來 不僅有客家的文化 還有一個庭園的大自然的感受 我們要從哪一個開始吃 先吃什麼呢 一定是從板條 板條 先來嘗一下 美容板條 美容板條就重要了 板條 客家話叫做麵趴板 麵趴板 麵趴板 麵趴就是毛巾的意義 毛巾 為什麼呢 它是用再來米模屬米這樣去蒸 蒸了以後 一塊一塊還沒有切成條狀的時候 折在那邊放很像毛巾 真的好Q喔 你看我吃的當中會變這樣子 牙齒在咬到它之後 自然就彈拳 這就是 哇塞 我們都說破來到別人家裡面的感覺 這是我的私房景點 真的喔 對 兩個人一起合作是沒有辦法合的 祷告給冰的人 對 對 然後看得到那個 很像火這是冰 fertilizan 對 沒有 我的心情 是冰的人 是冰人家 親愛的 愛的 而且他連心在那裡 都在那裡 對 你都在有搞笑 真的以後一塊一塊 還沒有切成條狀的時候 折在那邊放很像毛巾 真的好Q喔 你看我吃了當中會變這樣子喔 牙齒在咬到牙齒自然就彈起來了 這就是誇張 你不然是苗栗 你一直到屏東來到我們美濃 口感就是沒有我們美濃的好吃 那再來我們就是最特殊的 芋頭 怎麼會是芋頭呢 這不是芋頭嗎 不是 這是我們美濃的特產 花生豆腐 這是豆腐 它是豆腐 花生豆腐它是 一顆黃豆都沒有 通常我們豆漿跟豆腐都是用黃豆來做的 對啊 那你竟然一顆都沒有 那怎麼能叫豆腐 它是用什麼做的 它是用花生和菜來飲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天啊 好不好 你吃啦 好香喔 真的嗎 好好吃喔 冰冰涼涼的 而且它的花生味好濃喔 它的醬汁跟花生粉合在一起 再加上裡面這個再來米 吃起來有一種冷盤的感覺 對 對 它其實就是一個冷盤 這可以放到法國菜或美式的菜色 它都能夠用 對不對 這個在外面我還沒吃過耶 我也沒吃過 再來 再來是哪一個 來 這個我非常清楚了 今天我們有去看到 如何採收這個水蓮跟製作的過程 對 對不對 這個就等於說 像客家人的菜色都要有這個 對 這是代表 代表性 已經畫上等號了 而且這邊是 這裡就是出產這個水蓮對不對 對 所以你到外地 你看到只要是水蓮 我跟你講應該是百分之九十九吧 都是從這邊批發出去 對不對 我吃起來感受特別不一樣 我今天可是下了水去採水蓮 很辛苦對不對 因為還知道很辛苦 冬天的時候也要採 對啊 含牛奶的時候下去採又更辛苦 真的喔 對 整個背都是紅紅的 它雖然已經穿那個防護 防護的衣服 但是還是透過去很辛苦 對啊 所以大家吃的菜要感恩 不容易啊 而且這個地方因為它的水質好 它土的關係 才能種出這樣好吃的水蓮 好 老闆娘 你再繼續介紹下一道 好 來 我再吃一口 再來 我們的客家小草 這就是客家小草最出名啊 對 看起來你的客家小草 好像比較辣喔 也還好 應該還好吧 這辣果然只是提味而已 沒有非常辣 對 看有一些辣 對不對 也還好 我也像看起來這樣這麼辣 哇 但是味道真的還是不一樣 但是你看起來 你就會覺得很像 你像整體味道 其實跟一般客家小草的味道 有點不同 不同 來 美濃豬腳 這個豬腳看起來就不一樣了 很厲害啦 對 很像德國豬腳的感覺 創新的 脆皮的 這就是我們脆皮豬腳 你又有一點類似像德國 當然它們兩個不同的方式 一個是滷過 然後我們再炸過 炸過 對 德國豬腳的脆是因為它用烤的 它是烤的 對 但是完全不同了 對 味道也不一樣 吃吃看 怎麼了 跟我的表情好驚訝喔 你吃德國豬腳 是不是一咬下去應該是硬的嘛 對 QQ硬硬 這外面我以為是硬的 我一咬下去就這樣 柔的跟水一樣 但是我嘴巴還有皮的這個 咔嚓咔嚓的聲音 這裡面脆脆的外皮 咬下去的口感 到裡面像是 進入一個 深陷的棗泥裡面的感覺 你好會形容喔 讓我吃一盒看看 我剛吃的時候我嚇一盒 因為我以為是硬的 像是很德國豬腳的感覺 結果不是 對 它裡面整個軟到爆 好軟喔 因為我們說給長輩吃的話 他也不會覺得說 不會 這老人家吃絕對不會 對 一般德國豬腳 老人家一看到它 就太硬了 就沒有辦法吃 你看 我這樣一咬下去 你知道 事後不費力 就把這一塊咬下來 這樣我嘴中彈一下彈一下 那脆感 在那邊嚼 這年輕人 老人家都會喜歡吃 所以其實它豬腳 已經是很軟爛 對 對 已經很入味了 它們把外皮啊 炸得酥一點 然後整個吃起來 就是外酥內軟 老弟在旁邊一直噴口水 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老弟 我只是流口水 知道 歡迎大家來這邊走一走 非常好吃又好玩的地方 別有洞天的庭園餐廳 有山水相伴 石雕做陪 記得帶上好心情喔 對 我們走下一個 來到別人家裡面的感覺 這是我的私房景點 真的喔 對 私房景點 對 這個主人很年輕喔 四十年前二十歲 這寫紫傘耶 老弟說四十年前二十歲 那現在已經六十歲了 現在就六十了嗎 前面那個就是很年輕的 資深青少年 哇 哈囉 歡迎 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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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資深青少年 四十年前二十歲的青少年 您能見 老弟說我有直逼症 不會看起來 不像是一個六十歲的人 對 非常年輕 這位是 這是吳建英老師 是我們客家文物館的 簡直志工老師 簡直志工老師 你看好漂亮 美濃塑果僅存的油紫傘工廠 目前由第二代的林老師夫婦接手 在老爹的帶領和說明下 發現他們在紫傘上 結合了不同的創作元素 不僅賦予紫傘新生命和商機 也將紫傘提升到 藝術品的層次 大嫂是一樣的這個對不對 就是唯一的一家有做卷子藝術 結合在一起 對... 它是一個創意 這是老師的作品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它是另外也是它的創意 這個就是一個流書 中國絕 它是什麼作用呢 比如說這樣打開來 它是一個裝飾 合起來的時候 它變成一個... 它可以把它竖下來 把它這樣子 這樣一下 好方法耶 它這個竹子要特別... 就是要這個品種的竹子 大一點點的 一定是牧中竹 一定是牧中竹 紙張是來自府里的名字 的圈子 是 那黏上去之後 然後再上游嗎 還是先繪畫 我真的沒有跟你講 你還不曉得 它是兩格一張 兩格一張貼起來的 它不是鋪一整面的 你在外面看到的 可能是才好的一大張貼上去 它這個是兩格一張 兩格一張 吳建英老師把它貼起來的 手工之細 你看不出來 一把傘要做多久啊 從開始到好 所以我曾經在台北的新聞三月 跟記者會 記者問說 一定可以做幾把 我說我重新集會給你問 所以這樣子的傘是 最快的速度是兩邊左右吧 原本五級林懷鳴 是 林懷鳴老師 白蛇鑽裡面的傘 就是用他們的 真的啊 我覺得好精緻喔 DIY只可以小傘 對 可以 這邊也有做紫傘DIY 民國初年 美農客家族群 特地從廣州 潮州 請來師傅教授製傘 當時約有二十幾家 電號輕易設施廣 自開頭 由此可見客家人 飲水思源 不忘本的精神 說到紫傘製作 讓我想起一部 紅片80年代 由吳敬賢 吳姐演出的八點檔 劇中的老二東東 就是被美農的紫傘店收養的喔 哎呦 Baby 沒想到你記性還蠻好的嘛 自從民國五十年代起 政府已經養傘後 紫傘就變成西洋工業了喔 直到那部連續劇播出 日本人到台灣 瘋狂地搶購紫傘 美農紫傘開始花俏了 並且從實用的生活用品 成為藝術的收藏品喔 會不會要想像這種油畫的感覺 嗯 可以啊 那你就把什麼顏色都加下去 對對對 有一種這種味道 然後比較現代性的感覺 嗯 可以用毛鼻甩 對對對 類似這種 像我們那個也是這樣子 是不是 那你們就是彩色 繽紛色彩 然後這樣子甩下去 好不好 那要塗個鼻色嗎 嗯 可以不用啊 也可以不用 看什麼那個 好啊 來 那就這樣了 好不好 嗯 我們就決定這麼做了 我們現在在跟老師溝通 我們想要有什麼樣的 服務在這上面 因為你知道 我們當然不是一個專業的藝術家 對 我們只有畫畫方面 我們是音樂的嘛 對 但在這個上面我覺得我想要做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油畫 我也是耶 對啊 嗯 我知道啊 你也是耶 搞得我們好像不認識的感覺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 做比較現代的油畫的感覺 對 它比較可以天馬型 或者在色彩上比較繽紛一些 是 這邊也可以加一些綠色的 嗯 好 這裡 直接把這裡畫 對 對 我覺得呢 藝術創作還是要個人做個人的 兩個人一起合作是沒有辦法合著來 這閃完了啦 賣不出去了 有 有 你看你站在什麼樣的角度去看 我剛才當晚就講你幾句話 是 可能還記得說 一個人在他的觸發前都是 真的嗎 對 這他的觸發 怎麼我聽完沒有肥得到鼓勵 他的觸發前都是狼狽不堪的 所以也就是說這把雖然是狼狽不堪 好可憐喔 我怎麼聽完沒有被鼓勵的感覺 什麼 老爹 你要說這個造就人的話 你這樣近看可能眼睛花了 沒有 我拿遠一點給你看 你不要動我 你的手幹嘛 幫你扶一下 你很雞婆喔你 經過我創意的構圖和豪放的畫筆揮灑下 不朽的創作就要呈現在各位的眼前啦 我不會因為環境的挫折跟困難 影響我對藝術的創作 你受到挫折了嗎 就是這些人的口舌 對啊 盛免他們 盛免他們的心思這麼的膚淺 謝謝 哈利路亞 好不好 今天我就算是完成了我的藝術畫 你看 放在旁邊 也是一絕喔 看到他們有藝術能夠結合在一起 表示他們彼此相來心在這個山裡面 當你是白家裡面 你就看到那個不一樣 這不是能夠量產的 但它就是每一份都是他們的心意 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都是他們的愛意 好不好 謝謝 來 我們繼續 藝術需要傳承 不僅需要努力 還要有創意喔 美濃之傘撐起另一片藍天 上帝的恩典無所不在 總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展現神機其事 沒錯 今天就要帶各位去看看 美濃的長老教會 雖然只是一間地方的小教會 卻充滿著很特殊的恩典 現在就讓我們一探究竟吧 哇 你看 這教會看出來非常可愛 美濃基督教會 美濃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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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壯壯的這一位是 我是美濃教會的傳道 不可能吧 人家是教會的同工 搬東西比較居多 是不是這樣子 對對對 還要兼打掃 兼打掃 對 我們現在教會就這樣子 不僅要有屬靈的信心之外強壯 身體也要強壯就對了 對對對 全能的 你們看 可以帶我們看一下 你們教會主堂是在哪裡呢 我們就往樓上 樓上是 好 紅色的十字架 很開心可愛的主堂 而且看得出來 這應該是傳道帶領的這個教會 還滿年輕的喔 對 因為有鼓 有鼓 約書雅 讚美之泉 讚美之泉之類的歌 讚美之泉之類的歌 有沒有什麼樣的特殊的事工 是在這個教會裡面 我們主要的事工就是說 我們教會主要的事工 還是除了社區的學校跟關懷 我們跟當地的學校 都有很好的配合 是 那除了關心高風險的孩子以外 那我們也開始就是說 跟社區注重美農社區的文化 那這個教會真的是 只有你在幕會嗎 只有我自己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只有我自己一個 承擔力 哇塞 不容易耶 具有五十五年歷史的美農教會 常年都和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 2009年 拆拍到這裡的攀傳道 原本一句客家話都不會 但他堅信只要肯做 上帝就會赤下夠用的能力 現在的他 已經能用流利的客家語來溝通喔 你現在幾歲 33歲 真的需要早一點來服侍上帝 在你年輕有為的時候 現在正值我們 你現在知道我每天要忙多少事情 但是正值我們服侍神手 因為在世界需要我們的時候 也是神最需要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在這藉由我們的影響力 我們也能希望能夠為神做更多的事情 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在主的手上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世媚館是什麼意思 世媚館是 世媚 世媚 世媚館是由來是以前有一些阿婆 他們當年就住在那邊一起 一區阿婆住在一起 那他們就互相合作 就像初代教會一樣 那初代教會他們就彼此照顧 然後也幫忙牧師牧會 有新來的朋友他們就招待然後探訪 所以這些老人家他們有很多很美好的見證 對 世媚館 到後來這個世媚他過世之後 他就留下一筆錢 然後就是說 希望我們能夠蓋一間世媚館 然後來做宣教來使用 是 做宣教來使用 所以以前的人相當不容易 因為以前的人他們經濟不是很好 對 然後過世之後他們願意把錢留給教會 留下來 很不容易 就是把他們在最後人生的力量 然後再傳承下來 所以我光聽這樣 原來在客家中傳福音不到的 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聽 沒錯 不然我們講老時候還不曉得這些東西 沒錯 真的要把這些故事傳承下去 對這動作是宣教本 那我看到那邊有很多的 對 那媽媽是 媽媽們 這是什麼 在準備我們 對 我們就往那邊 好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 我們會有一些 除了美農的主軸以外 還有一些外籍的朋友 外籍的朋友 是 他們都是外籍的朋友 對… 那我們都會在這邊有一些下午茶 真的啊 對… 這一看做法就知道很外籍 對… 你是從哪裡來的 我是巴西 巴西來的 他有的上帝醫治他 他本來不能做聲音 他骨頭會痛 真的喔 是 我很累 骨頭很痛 就… 我沒辦法做什麼 快快三年 生病了 真的喔 後來我一個月已經要來這邊 祷告 祷告 是 然後做到一些… 我們一直上歌 找到一些… 一直… 祷告給病的人 對… 然後看得到那個… 很像火在這邊 燒這樣子的感覺是不是 做很像那個火的樣子 是 那個火的時候就… 洗了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可以吃聲音 所以我很感謝祥 對… 你看… 人大大的祝福 從他去我們家 好像一個禮拜以前 去我們家 我們祷告 是 聲音很好耶 祷告以後聲音很好 來… 哇 你這擺得也太豐富了吧 又稱為圓外茶 對 為什麼要叫圓外茶 對… 那個… 好吃 好吃喔 對於他工作辛苦以後 讓我來吃吃看看 哪一趟吃看看 我們一個人一個人的那個工作室 個人有個人的私人的工作室就對了 是 是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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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是 我 你 我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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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 還 去我們家好像一個禮拜以前 去我們家我們禱告 聲音很好耶 禱告以後聲音很好 禱告你了 感謝主 你看 他們在鄉下可能有許多美濃 比較不是資源這麼豐富的地方 但是重點是 只要有神童在這個地方就有力量 因為他們的禱告 就是操練我們屬靈的信心 對 這真的是 這邊也都是外齊的人嗎 這是美濃的 這是美濃的 然後這應該是外籍了吧 對 還有這個巴西 這個是美濃跟巴西的混血 很漂亮 還有那個高雄來的 外地來的 那我們就會一起就是分享 我們各國的異鄉的美食 是 對 我們都可以一起坐下來 享受上帝所賞識的美食 對 超厲害的 這個是怎麼這麼多顏色的包子 這也是你做的嗎 這誰做的 上帝的恩典 我還沒有開始做之前 上帝就幫我預備了 恩典牌的 全新的喔 蒸籠 還有那個大鍋子 大家都說好吃 所以我要做見證 對 我從台北吃肉包 吃到台中 到台南 全台灣最好吃的肉包 在這裡 這個是客家 傳統客家包 傳統的客家包 來 這古早味的 訂購的請 這叫做哪一個恩典 每個人來到這邊 病得醫治就算很 神給他們恩吃的才華 開始做起小生意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嗎 這誰做的 這誰做的 印尼的 印尼的 應該是印尼的豆腐鎮肉 鎮肉是不是 鎮肉 鎮肉 對 豆腐鎮肉 鎮肉 對啊 越鎮它肉越大 你吃看看那個的 很鮮美的味道喔 為什麼 裡面還有玉米耶 對啊 甜甜的 對 有玉米 那所以這個就是 直接這樣拿起來 才是要煮湯啊 還是紅燒 還是這樣就可行 就這樣就可行 就直接這樣是不是 怪不可以這教會人 越來越多 我這樣知道 除了傳統很盡心之外 這些媽媽們也很重要 對不對 對啊 每個人做的 很厲害 我剛才沒吃到你 我都想來了 你做這個耶 怎麼辦 所以傳道是來才變燙的嗎 傳道反而把 把我是我學情的對象好好健身 沒有想要來這邊 整個肉就餡料糊掉了 這裡放了十公斤啊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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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怕你吃過 他以前跟他女兒也瘦 對 他女兒怎麼瘦成這樣 有給他吃飯嗎 他不愛吃啊 他不愛吃飯了 他不愛吃飯了 好瘦 你這怎麼搞得 媽媽做這個你都不吃喔 吃啊 你吃這個你怎麼可能變那麼瘦 你這樣是不是讓傳道心裡面很難過 這些可以說是你的團隊啊 對 讓很多人來到這裡看到 這個傳道雖然年輕 但是有這些媽媽 補足了他們 對 有關於溫馨 有關於跟家庭當中 很多的建立關心的方法 讓這裡的層面 除了年輕人 有家庭 有老年 能夠更完整 對 而且我們可以把這個 市內館的精神呢 繼續的延續下去 沒錯 去探訪更多的人 然後用這個美食 有沒有 信他們 信他們 沒有 為什麼耶穌常常與人一起用餐 有道理的 當你一吃了飯之後 我們為什麼小組就會心又開了 心又開了 話語再一進去 就中了 就中了 你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參與到他們這個下午餐 太讚了 來了 你不會後悔 記得 自己帶一些小包包 還可以多帶一些回去 好不好 OK 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 跨越時空限制和族群文化 這裡用美食 分享喜樂散播愛 介紹了這麼多 我口都渴了啦 快說哪裡有好喝的東西 別動粗 有事好好說嘛 準備錄影囉 有一個地方我們絕對不能不去 那就是客家擂茶 對 幹嘛啦 走啦 進去客家擂茶 趕快來喝一下 在客家來講 我們說客家菜 就是要吃客家擂茶了對不對 對 走 給你進去 哈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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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多有客家擂茶味 這個裝潢應該不是三天兩夜 能夠完成的 對 這是給我們那個大家 我們農人的一個智慧 是 這衣服是幹什麼的 我們是希望利用那個 像把我們老祖宗的那種 以前的穿著把它留下來 是 那晚輝要不要來穿一下呢 我們來穿一下客家的婦女 乾脆我們待會兒就來穿一下 對啊 這是那個藍衫嗎 對… 這就是藍衫 那這是圓外服 來 跟我們當一下圓外服 這圓外的感覺嗎 對 穿上來就有了 就有了嗎 對 馬上要開始我來喝一下 對… 到底這邊的擂茶好不好喝 好不好 來… 你這擺得也太豐富了吧 又稱為圓外茶 對 為什麼要叫圓外茶 那個以前的有田圓外的一種 就是給養生產 是 跟我們請問一下 這是什麼棒子給你擦 雷棒 雷棒 對… 那木頭是我的… 我知道 又木 只要可以吃的 木頭都可以當雷棒 真的啊 可以吃的木頭 什麼意思 那我知道 木頭哪有可以吃的 打辣樹 對…來給它那裡的掌聲 真的假的喔 真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 綠茶粉 不是 比較看綠綠的就以為它是綠茶粉 對 它裡面有生產 有蓮子 是 有藝人 有芊石 是 有何手屋 淮山還有五米 這麼多東西啊 它因為它不容易磨 所以古代的圓外呢 我們… 就先請人家磨好 對 會叫那個中藥鋪的藥筒 先把它磨細 是 那我們的圓外呢 我們只是玩這個好玩的部分而已 對 這裡面的茶葉它用生產 就是我們客家的山茶 摔下來 不要發酵 是 那為什麼不要發酵的原因 最主要也是要它的葉綠素 維生素跟鵝茶素 因為你只要一發酵 以後這個葉綠素就不見了 什麼都沒了 對 沒錯… 是 所以這樣一直磨對不對 對… 厲害了喔 來喔 其實擂茶我也是曾經吃過的啦 開玩笑 好香喔 好香喔 那個芝麻香的 一般來講喔 如果是拼拼老百姓喝的 它有那個… 是接客跟種客 可是這個圓外喝的蕾茶 因為它是養生蕾茶 所以記得順勢而為 順勢而為 對 你覺得哪一首 你自然 好 你就順應自然 香味不斷的撲鼻啊 撲鼻而來 你看這裡面剛剛是不是有講 裡面是生茶 是 這個生茶可以使它形成代形 幫它排土 幫我們身體裡面排土 我是怎麼搞得有點濕濕了現在 沒錯喔 是不是已經好了嗎 好 像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蕾茶 慢慢的加進去 而且蕾茶它很好玩喔 它讓你體驗到什麼呢 一分耕耘 一分收穫 那這是什麼 紅豆 紅豆 要加進去 紅豆的話 我們就是看你喜歡吃的量 好 那如果多喜歡吃甜的人 可以多吃一點 多加一點紅 這客家的東西真的很多很妙的 對啊 它有很多學問跟它的那個… 那個原油 而且我們越期待待待會兒要吃的東西 你像磨起來就越有勁 對 我們等一下準備一下熱茶喔 好 你刮起來喔 只要有結塊就可以喝了喔 這多蕾茶它很好玩 它不會讓你做白工的 它磨得越細 它的口感越綿膩 那你想看看喔 你這個芝麻你直接吃跟用磨的 哪一個比較吸收快 對 是不是 對 妳就會講這個 等一下留言會喝了甜蕾茶以後呢 感覺會更好 你就會更快樂 對 會更上一層樓 是吧 對 3 4 來 那你看一下 我們現在 我們把它放在這碗裡面 好 來 準備一下熱茶喔 要準備吃了嗎 對 我們的鴨環 鴨環 漂亮喔 鴨環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沖在這裡面喔 不會在這裡面 來 請問 沖在這裡面是老百姓的吃法 那另外是放在碗裡面 然後再沖 慢慢的品嘗細細的品味 對 我一邊沖 你一邊攪拌 我攪拌 這樣子 對 來 來 這麼一點啊 來 我一邊沖 你一邊攪拌上聞它的香 要聞它的香 這個是那個的米嗎 好香喔 來 我一邊沖 到底是用聞的還是用吃的 攪拌上它的香 所以這種 先聞香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品嘗一小口 只能吃一口不可以喝 這樣就吃了喔 所以擂茶也可以這樣濃濃的吃就對了 對 那你會吃到米香 茶香 芝麻香還有花生香 來 要記得喔 米椒進去直接咬 米椒進去直接咬起來吃 才吃得到米的脆度喔 好 好好吃喔 來 等一下喔 當我的這個嘴唇外面還有一點的 我的舌頭就會 進不住 我想把它往裡面 我的留言外 哇 這一口 這一口 這要直接吃喔 來 好吃 充分攪拌完以後再繼續品嘗 來 充分攪拌完以後我們再繼續品嘗 第一碗就讓你品嘗 那第二碗你想喝濃你就把它沖濃的 這擂茶來講究是講不完的 因為只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而且這個擂茶磨著磨著呢 我也累了 磨著磨著也餓了 剛才喝完了這個擂茶 肚子就好像要吃點東西了 在這邊應該也會有一點餐來吃吃吧 來 我們等一下那個要準備了喔 好喔 那沒問題 好不好 各位 喝完擂茶 我們就來吃一個他們的 看到底什麼叫煙夜飯 好不好吃 好不好 來 為什麼叫煙夜飯呢 哪一個是煙夜 來 找看看啊 梅干菜會不會就叫做煙夜 不對 那為什麼叫煙夜飯呢 那再看一下 這是有煙過的飯 這是豆 蛋啊 肉啊 對啊 這裡面有蛋 有這個三層肉 有青菜 有這個 有個梅干菜 梅干菜 然後還有高麗菜乾 然後還有蘿蔔乾 蘿蔔乾 對不對 這感覺像是一個 便當 便當耶 這像一個便當 沒錯… 美農是煙夜王國嘛 那像我們家也是煙農 煙農是做什麼 煙農就是種煙葉的 煙葉的 對 那在採收的時候呢 比如說像今天輪到我們家採收的時候 是 對 婉飛跟跟紅來到我們家幫忙 對 那因為我又沒有付工資給你 沒有付工資 那我幹嘛去 互相交通嗎 對…那我就要準備飯菜 那為什麼要準備這些 就是煙夜飯 為什麼要這些菜色 都有很多道理喔 為什麼… 煙夜飯都是固定的菜色嗎 大部分的話看你們家的女主人 捨不得 捨不捨得得給你 對不對 對…給人家吃 你看這個碗工 這樣夠吃嗎 都已經七八十歲了 一個碗工 我…我才不會說 我吃完了你沒有菜可以加 這樣比較 公平 大家也不用客氣來客氣去的 大家不用去 好像都沒吃 不錯 好吃 好吃喔 這如果要工作辛苦的話 那我來試吃看看 哪一道這個 黯然銷毀飯不就是也是一個便當 這就等於像是客家的黯然銷毀飯了 對 讓你吃了之後讚不絕口 女主人的手藝就在這個當中 能夠看得出來了 當然這有很多的菜 讓大家來選擇 朋友多的時候就要叫這個菜 一起來吃 也是很過癮啊 對不對 先預約才行 因為我們是以雷茶為 所以如果要用餐的話 要先預約就對了 對… 謝謝你 掌櫃的 雷茶吃飯不但健康又養生 在傳統中體驗美濃客家吃的藝術 充滿人文色彩的美濃 不論在工藝上還是生活上 都有濃厚的藝術氣息喔 不得了了 沒想到美濃就連民宿都很藝術耶 聽說是兩位叫美術的老師開的 厲害了吧 趕快去瞧瞧 哈囉 你好…我是更紅 婉菲 聽說鄭老師跟你先生兩個 都是做藝術的人對不對 我們就是教畫畫的 教畫畫的 對 Baby 看起來鄭老師的藝術根基很深厚喔 沒有三兩三哪敢號稱是藝術民術啊 兩位老師都是藝術科班出身的 並且有二十多年兒童才藝班的教學經驗 他們創作領域非常的廣 除了繪畫 鄭老師近年還開始專研葫蘆雕刻喔 先生賴老師也用心推廣直閃的彩繪 在這裡看到的不僅是夫妻恩愛的一面 也感受到夫妻同心建立家園的那股力量 好期待看到他們的作品喔 現在就去參觀他們的工作室喔 我們一個人一個人的那個工作室 個人有個人的私人的工作室就對了 所以藝術創作 藝術創作就是這樣 他們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創造力 而且藝術 就是不要再煩我了 對對對 不能說不要煩我 需要有自己的空間來創作 空間才可以有靈感這樣 那些都是你一些做葫蘆的工具跟東西這樣子 對 那你之前是喜歡畫畫 我早期我是變成說我是做棉紙絲畫 它弄起來還有點油畫的味道 但是它的那個突出感跟絮絮 就會感覺到不同了 你看 那個紙的纖維還是在啦 當時怎麼會做這件事 因為好像不是很多人在玩這個 對 其實這個不多 那因為我 我當初我的想像是變成是因為我做 我現在做民宿 對 那民宿平常的話客人比較少 是 那有時候客人比如說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剛好客人來的時候 我們要馬上停止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變成說 我可以慢慢就 欸有 有時間的時候 有時間我就做一下 對 有十分鐘就做一點 然後不像說像我先生畫水彩 對 他不可能說畫一半的時候 好我停下來我要做別的事沒辦法 哎呦你看 這老婆真的太賢慧了 還為先生著想 對啊 所以他選擇一下不要不會 好好的專心 專心的創作 然後選擇可以停下來 停下來的 萬一客人來他就來服務 那先生在幹嘛呢 還在創作 就在對門你看 對 好好好來 哎呀 賴老師的教育 欸賴老師 哇 這個你沒想到你跟鄭老師 是有不同的創作空間 是不是 這個是客人BIY 我們客人可以來體驗 所以我們客人也可以來學 做這個資產 然後帶回家去 做一把自己的小傘這樣 哎呦你看在這邊 真的太有趣了 所以這個民宿這邊 雖然是這個風光明明 田園清香 對 但是我們來到這裡 還可以學到一技之長 對 我們都是教美術的 它剛好結合我們民宿 然後跟客人用這個來做互動 你這個太有藝術的一個民宿了 好棒耶 這棟白色雙層歐式造型的建築物 早在1998年就建造完成了 原本只是當作兒童學習藝術 美術教學戶外場地 及自己藝術創作的空間之用 到了2003年為響意政府推廣觀光民宿 才開放給遊客度假住宿 佔地500坪的民宿 可以在庭園廊道上享受悠閒 也可以在蓮花池前捕捉清香 重量的叫聲已經不稀罕了 挖民才是新加入的樂器 這樣的好山好水好風光 你不會不心動吧 謝謝